最近在海外设立多个警察服务站 加强海外执法 请问七哥哪些国家的战友需要注意安全防范 谢谢 哪个国家都需要 2017年年底 我告诉大家 我是从意大利的那个执法站 还有当时在英国 哇塞 你看看那是把我骂的 共产党执法到意大利 到什么英国怎么可能 我说还会到美国 还会到加拿大 还会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都会去 日本更会去 事实上这根本不需要你在乎 你在乎的是谁 就是在每个国家 我们的同胞 中国城 餐馆 我记得我在华盛顿 跟这个美国FBI的 还有CIA的跟他们说 我说如果你想了解 共产党的情报系统 你先了解在美国和世界的 中国城 中国餐馆 还有现在的开Uber的 有特殊身份的司机 你要了解芬太尼 毒品怎么流入到世界 特别是美国的 你要看一看 在中国什么人 能有本事生产芬太尼 一个城市一个人得了阳性 他都知道了 你生产一吨 一百吨的芬太尼 从生产完买材料 再运输到美国 他共产党不知道吗 共产党就打别人没本事 打老百姓 控制老百姓 天下第一 大量的芬太尼 几百斤几百斤 成吨的运往美国 共产党就是要搞弱美国 搞死美国 搞乱美国 所有的毒品 发放出去的最重要渠道 就是所谓的共产党 在美国和西方的 中餐馆 中国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